佑佳同學 來 佑佳 下雨來跳 好 沒關係 等一下 我們把它灌掉 等一下就一天了 來 佑佳 那個 還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昨天自己講 我相信大家 很多朋友可能都很沒關係 昨天的演出還有今天媒體的一些報導 佑佳跟大家講一下 昨天發生什麼狀況 沒有啊 我今天看起來蠻開心的 但是我花了一整個晚上的時間 沉澱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 不好意思 大家只好看電視吧 因為 其實我是三首歌 我都希望可以唱的 讓大家覺得很有希望 但是我覺得 就第一首其實那個我也沒有辦法去 預知它會變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比以前好的是呢 我第一首出錯了以後 就是我可以馬上把它調 我說那個聲音 馬上調回來所以其實我 我覺得自己覺得很可惜 其實我 我覺得很可惜 對 那 剛才現在都已經開頭了 其實 我一直在 後來我昨天在看自己的一些 就是跟音樂有關的東西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我一直都留著 張宇生講過的 一篇文章 然後裡面呢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 嗯 如果 音樂真的是 來自你的心靈的話 那其實 他呢真的就是 誠實兩個字而已 嗯 先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做一件很想做的事情 好 那個 你沒有把事情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就是 天天想你的時候 那個 Earmo裡面的 那個 Balance是 不對的 就是樂隊的聲音 蓋過他自己的唱的聲音 對 就那一首 但我覺得 OK啊 反正我的 我的命運就是會給我很多磨練 讓我覺得很多大場合都可以把它搞砸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什麼害怕的 但是我 我是非常的 覺得很遺憾 就是沒有 對的寫這首歌 所以 嗯 希望可以讓我唱一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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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